接下来演出的是杨凡 和他对戏的是詹雪柔 今天晚上去哪里 不是晚上 今天晚上去哪里 不是晚上去哪里 跟我什么事 两年都有感情 是假的吗 放手哦 怎么样 不要打我 你打啊 你打啊 不要走啊 把话讲清楚了 那个女生 头发 你是跟人家配戏的 然后错误都出在你身上 这个怎么 对不对 都不得了啊 你哪有 你要呼巴掌 你哪有放着然后再呼了 对不对 你当然是过去 那个动能不能停下来啊 那个过去就是过去啊 就像这样子啊 哎 你那个 你那个 你那个放着 然后再掠出去 你把关通当白痴啊 对 你那个 那个所有的头发都在你脸上 你 所有 你看哦 比如说一个头发是这样子 你 你已经这样在演戏了 就是一个女鬼 那你手可以拨一下嘛 要特别注意 因为新人人家已经够认不出人了 你们一定要懂得去抢那个 这么漂亮 一定要把你把你弄出来 就像你那样 还有永远要记得一件事情啊 机器是你们的太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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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哪儿 我去哪儿 我看有什么事啊 你又不是我的神 你又不是我的神 那男的是谁 那男的是谁 你又不是我的神 我不是你的神 放手 两年都敢是假的吗 放手 你干嘛 放手啦 你 怎么样 不要打我是不是 你不要走啊 你还没有把我讲清楚啊 哎呦 哎呦 这个女鬼依旧在 我看你可以换个发型吗 可是我跟妳讲 我真的有很大的质问 你想想看 你打巴掌每次都打真的 如果演了八十档戏 打八十个巴掌 大概也聋了吧 就是 就是 就是错位要错的漂亮 有办法 太宝哥 打巴掌要怎么打呢 打得安全又打得像 可不可以教我们一下 通常是要他自己有这个反应 对 没有的说打得怎么样 而且我们打巴掌 是看不到真的打上去的 哦 那这样子NG十次的话 我看他脸的肿 对啊 这一组人是蛮协调的啦 就是说 不会有觉得 谁特别强 谁特别弱 然后两个人都 两个人都看不到脸 哦 就是一个是那个 不够正 一个对 然后那个杨凡 我觉得很可惜的是 其实我觉得 他蛮上镜头的 可是我从头到尾 也是只有看到他的侧面 而且他侧面 刚好头发分在这边 哦 他就没有看到你的脸上的表情 所以两个都是看不到脸 下次可能演戏 两个都要戴法枯之类的 来 来来来 佼佼 我觉得那个杨凡 就是现在最流行的 这种棒棒糖的style的男生 所以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 就是很帅 那相对的就是 有的时候maybe就是帅 帅过头 就是帅到 忘了去挤眉弄眼 忘了去做一点这个变化 所以导致比如说 像最后女生一走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杨凡从 这个雪蓉走的第一秒到第五秒 他的表情都是一样 就是很帅 就很像是在卖什么 汉堡广告里面那种 可爱的阳光小男生 可是不是 可是我们现在是有情绪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帅不是坏事 这不是原罪 可是也许试着就是 就你懂我意思了 对对对对 你靠我干嘛 帅怎么会是坏事 丑才是坏事